吃打AZ疫苗引發副作用 屢屢爆發爭議 日前遊民30多歲的男子打AZ 引發血栓成為國內的首例 有網友在PTT發文 說他朋友的弟弟 當時血小板已經掉到2萬左右 陷入病危狀態 必須自費花70萬打免疫球蛋白 批評指揮中心在記者會當中 輕描淡寫的說 個案逐漸好轉 殊不知為了籌措醫藥費 家當賣光 就連PS4都賣掉 才勉強保住一命 我覺得有點扯 還滿驚人的 會沒想到要自己承擔這麼大 一定會覺得很可怕 如果說他對我們有什麼反效果的話 一定會覺得很可怕 消息一出 網友們也看不下去 大家說如果70萬湊不出來 只能等死嗎 本來不敢打的總是有原因 但是沒得選了 AZ都如此了 沒有做三期的高端 應該更可怕吧 70萬乾脆去美國玩一週打BNT 還不會命危 截至到目前為止 台灣總共接種了62萬多屆AZ 不良事件880件 嚴重不良反應71件 現在這名男子的家屬 已經申請預防接種受害救濟 可能的疫苗的傷害 提出申請 我們當然會來受理 不過受理可能會一段時間 不管怎麼樣 我們再先付這一筆費用 未來再有相關付費的單位 再跟我們的要害這邊來做代位求償 指揮中心屢屢拍胸脯 保證沒有問題 但如果出現副作用 第一時間的後果 恐怕也只能民眾自己承擔 記者林欣賢何之宇 台北報導 詢問你 詞音樂 詞音樂 感谢观看